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贝宁总统塔龙 李强表示 中辈始终真诚友好 两国关系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间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典范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战略引领和推动下 中辈关系将迈上新台阶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贝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贝方稳步拓展基础设施 数字信息 产业园区等领域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中方愿同贝方加强协调配合 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塔龙表示 中国为非洲国家树立了发展榜样 贝方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贝宁和非洲国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愿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深化工业 农业 投资等领域合作 打造两国命运共同体 记得关注哦